蜜層酸 焦点19 黎層酸 黎層酸的命名 1960年代一些科学家开始进行棉花果实脱落原因的研究 并从成熟的干果干棉壳中分离纯化出黎層酸而加以命名 另一群科学家从枫树叶中提取出一种能抑制生长并诱导枝条进入休眠的物质 将其命名为休眠素 后来证实黎層酸与休眠素的化学成分相同 目前科学家已经了解在形成黎層的过程 黎層酸并非主要的角色,隐稀才是造成黎層形成的原因 黎層酸的功能 黎層酸简称ABA或称为黎層素 广泛存在于植物体的根、筋、叶等器官 可经由木齿部和韧皮部运输 黎層酸的主要生理作用为抑制植物生长 黎層酸与植物体对抗缺水环境有关 也可造成种子和芽休眠 当植物体遭遇干和缺水的环境时 根部会合成少量的黎層酸作为传讯分子 将根部接受到的干和讯息传达到叶部 叶内的黎層酸便会大量增加 促使气孔关闭以减少水分增散 因此黎層酸也被称为逆境激素 在种子成熟的过程中 黎層酸会大量增加 高含量黎層酸也可抑制种子修免 促进种子修免、抑制种子萌发 所以黎層酸也被称为修免素 黎層酸也可诱导某些蛋白质的聚集 使得成熟的种子更加耐受干旱 植物体内黎層酸与极倍速的浓度比例 可以决定种子是否维持休眠或进行萌发 黎層酸可以促进芽的休眠 许多植物在秋冬季节 芽内的黎層酸会逐渐累积 指芽的生长减缓甚至停止 在芽的外面形成保护的厚鳞片 转变成休眠芽 避免芽受到冬季严寒的伤害 黎層酸对极倍速及生长速 常具有解抗作用 黎層酸能抑制生长速使经延长的作用 黎層酸可抑制极倍速对于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 黎層酸抑制种子萌发 黎層酸与极倍速的浓度比例 可以决定种子是否维持休眠或进行萌发 有些玉米突变株 由于内部有关ABA调供的相关基因无法表现 使得玉米粒尚在玉米碎上即提早萌芽 红树林植物例如水鼻斩 因种子内仅有仅产生少量的ABA 种子在清代植株上即可萌芽形成胎生苗 当提早萌芽的小苗掉落时 胚根可插入沼泽的软泥中 以示意沼泽土壤缺氧的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